哈喽大家好,我是李希侃 欢迎在云厅田园频道收听我的节目 今天呢,我将带大家走进一位河南小朋友的世界 聆听他的声音 首先邀请这位小朋友 为大家读自己写的一首小诗 《认为》 你认为雨伞只能挡雨 可雨伞还能遮阳 你认为松树上只有松果 可松树上还有鸟巢 你认为水只能喝 可水还能浇花 你认为生活没有欺骗 可生活却在茫茫中欺骗了你 你认为的你认为 只是你认为罢了 这首小诗的名字是 《认为》 小作者从一个十岁孩子的视角 探讨了一个很有哲理的问题 主观想法与客观现实是否一致 小作者在诗中通过雨伞 松树还有水 这些常见食物的不同作用 印证了我们主观的想法 很多时候是偏面的 当小作者被问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时 他向我们分享了一个小故事 故事里的男孩 有一天画完了画 发现自家的猫咪在玩耍时 在画上留下了一个黑色的小脚印 小男孩十分难过 认为自己的画毁掉了 可是他的爸爸走过来 在这个脚印的周围添了两笔 转眼再一看 原来的脚印变成了一朵梅花 栩栩如生 活灵活现 也为这幅画增添了几分色彩 小男孩的爸爸对他说 你对事情太想当然了 想当然地认为 自己的话不能再用了 想当然地 以悲观的态度面对生活 这句话呢 给我们这位小作者 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这是他第一次理解 想当然这个词 然后他在生活当中 开始细心观察 自己曾经的那些想当然 自己想当然地认为 学习成绩不够优秀的 是没有优点的 于是他忽略了 这些朋友性格上的闪光点 想当然地认为 很多的事物只有一面 但事实告诉他 事物都有多面形 他觉得自从 自己知道这个道理之后 开始改变了对生活的态度 他学会了积极乐观 面对生活 因为明白 有时候挫折 不像自己想的 那么难以克服 他学会了 以全面的视角 看待事情 因为他知道 万事万物 都不是自己 曾经认为的 那么片面 他也希望能够通过 这首小诗 把这个道理 分享给更多的人 我呢 也希望通过我的分享 让更多人 看到这位小朋友 对生活的感悟 和所得到的启发 时间很短暂 关于这位小朋友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 你有怎样的感触呢 你有哪些 生活上的小哲理 可以和大家分享呢 欢迎在留言区 写下来 我将挑选出 优质的评论 送出一份小礼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